我曾經聽過一個真的很誇張的是 先生要回來離婚 因為他說外面的女人已經懷孕了 他一定要離婚 然後他就說 那因為大家都是 不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個大老婆就說 好啊 如果 當然是很難過了 也有暗智垂淚 然後呢 後來就 他就說 那我想見一下這個女生 這樣子 結果就安排 然後他見到那個女生的時候 他還幫他拉椅子 他說你懷孕了 小心一點 好 這樣 我只是要確定一些事情這樣 就兩個喝一個下午茶 喝到最後那個 那個 第三者 懷孕的那個女生就說 你會不會太善良了 怎麼有你這麼善良的女人 我告訴你 我懷孕 我懷得不是他的小孩 哇 我就懷孕了 可是我懷孕不是他的小孩 他說你回去 我會離開他 這樣子 那第三者還算 阿沙利 對 後義氣 問題是 他回來每天 面對是那個 暗智垂淚的老公 他老公感情受傷 對 也懷孕不是他的小孩 真的 這也是有 暗智垂淚換老公 很好笑嗎 對啊 因為他談戀愛啊 不是 我是說老公 你不要暗智垂淚 因為他傷眼睛 哈哈哈哈 好不好笑 這很離譜 對啊 這很好 可是之前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也是 他老公也是 他要出門了 然後呢 女人就在門口 就說 你是什麼什麼太太嗎 他說我是 他說 我派了你老公的孩子 然後他就說 他門也沒有關 他說請進 重女人 很多 每三年就來兩個 哈哈哈哈 對 第幾號 我有事我走了 哈哈哈哈 走了 本家跟你談 來你家敲門 對啊 對 真的來你家敲門 所以大老婆要很正經 正經 對不對 我跟你講現在第三者 有的時候 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像我昨天 我看外遇的故事 我在那個 Baby Home看到一個 是真實的故事 我覺得看得好難過 你知道 那個大老婆 他到現在為止 他仍然不知道 他老公跟那個 第三者斷掉了沒 但他就講 這是五年八個月的 心血結晶 他的 他老公是自己回來 心酸食 對 他老公是自己回來 跟他攤牌 就是說他愛上了一個女生 那這個女生 是他很喜歡的女生 然後剛開始 老公跟他講說 你放心 你放心 好我會處理掉 然後他當然就很難過 但他老公既然這樣講 他就等嘛 就等了一兩個月之後 發現 欸 狀況並沒有比較好轉 他偷開他老公手機 發現 那個 甜蜜的簡訊非常多 什麼LOVES KISS 什麼什麼 就一大堆 然後他才發現沒有斷 然後他必問他老公 他老公也就很坦白認 就說 我現在沒有辦法斷 你可不可以讓我愛兩個人 對 然後這個 這個老婆就是 他當然他很 他很愛他先生 我覺得他付出了 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他把自己形容成什麼 就是電玩 就是電動玩具上面 上面不是都有個那個保血嘛 你打死一隻怪獸 你的保血就會上升 對不對 然後你被怪獸襲擊一次 你的血液就會下降 那他怎麼形容 他就說 每一次他心中有怨 有恨 他想摔東西 他想罵人 他想要怎麼樣的時候 他把它形容成那隻怪獸 他就努力的要打擊這些怪獸 希望讓自己的保血 不要再往下降 對 然後他把每一次 他先生只要對他 他有一點好言好語 打個電話回來說 我不吃飯 或者早餐 多做一分他的早餐 他就視為他先生 給他的這個保物有沒有 就是他的保血就增加 他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努力的去壓制自己的不快 然後他可以做到 就是完全跟他先生兩個 就是從相近如兵 到相近如兵 兵客的兵 就是可以互相的好 就是互相好言好語 他住同一個屋眼下 那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先生 雖然跟他在還不錯的狀況下 可是常常會丟他一句 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我會跟你白頭偕老 我老了之後我是要走的 後來他也是很難過 他就跟他老公講說 門在那邊 我從來沒有阻止你走過 既然你每天都還回來 就表示你現在還沒有要走 等你要走的時候 你再告訴我 你現在不要告訴我 太太還可以做到這樣 然後到第三年 總共五年八個月 他說第一年就是 極怪物的非常痛苦的時段 第二年稍微比較好 第三年有一次的轉變 讓他覺得他的保學大大上升這樣 因為他先生有 不是常常講說他要流浪啊 不要跟他在一起 我老之後你不要管我 什麼什麼的 他先生有一次是半夜肚子痛 痛到那個沒有辦法起床 然後呢第一次吃了止痛藥 然後自己跑去看醫生 堅決不要太太送 第二次又發作的時候 沒有辦法他太太照顧他 租到醫院去照顧了五天 聖節那個聖節時臨時 那聖節時很痛 然後呢 因為這太太可以做到 就是完全不提 因為他就講了 如果我今天講了一句話說 叫那女人來照顧你啊 這就是怪物 你知道 然後他意思就是 他這些他都避免掉 到最後他到第三年 然後他先出院之後 他們兩個當然就關係大為改善 因為他現在很感動嘛 他這樣照顧他 每天給他做吃的幹嘛都好 這樣照顧他 五天之後出院之後 兩個關係大為改善 他心裡很高興 他以為他先生就快要回來了 結果沒有想到呢 有某一天 他又看到簡訊之後 他發現他一直希望 那個簡訊的時間能夠拉長一點 表示他先生跟他慢慢在訓宴了 但是沒有 那一次的打擊 讓他想要知道 那個女的到底是 什麼來頭 對 於是呢 因為他先生其實之前有跟他坦白過 所以他知道那女的電話地址都知道 所以他就拖了一個朋友就是去查 結果你知道嗎 對方認 他說他一查之後 他覺得我們這種單純女人 怎麼去跟人家比 這個女的不但有一個 長達十年的同居人 是一個電子新軌 兩個住在一起很多年 非常恩愛 而且他老公只是這個女的的 外遇的男朋友的其中之一 他就等於這個女的 有一個長達十年同居人 另外還有一個A一個B 他老公是B而已 那這個女的認識他老公之後 就跟這個A比較疏遠 所以這個女的呢 每天跟他老公相聚的時間 只有是電子新軌下班之後 因為新軌就是下班很晚 我錯了 對 就是下班之前 好 到這個女生下班 這女生下班之後 跟電子新軌下班之前 這一段空檔是屬於他老公的 就這樣而已 然後在五年當中 他就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增長 然後這個女生的態度就是 他也曾經試著想要去跟這個女的談 他就說可不可以請你把他還給我 這個女的就講 他說我從來沒有要找過他 你要拿你就隨時拿回去啊 問題是你老公不走啊 女的態度就是這樣 對 他到現在五年八個月之後 他到現在還不曉得斷掉沒有 但是他老公對他很好 他們慢慢慢慢似乎又恢復以往的關係 所以到目前的結論 女生要散了 所以我就說現在的第三者 他常常其實不是一個 就是說 不是我們想像中外遇之後 他是有真愛的啦 還是他是怎麼樣的 他可能只是填補他心中的一些空缺 但是他很不幸的 他就找上你的先生 或是你的先生就迷戀上他 我們先休息已經很高了 好 我們到今天要來拍拍鬥戰 好 難過 好 難過 誰說只有漂亮的要注意 來來來 看一下 你的偶像 舞姿 對不對 老虎舞姿 這個是他的太太 名模 很漂亮 對不對 生了小孩 然後這個是緋聞的女朋友 是一個跑趴女王 報紙寫說 外型和名模老婆相距甚遠 OK 出了一個車禍 警方到的時候 老虎舞姿是還好 他這邊撞到 可是他是十數五十三公里撞到的 所以安全氣壤也沒有破 然後老婆拿著高爾夫球桿 因為他就怕高爾夫球桿 最多就是高爾夫球桿 說打破車窗要救他 對 打破車窗要救他 但是他打破的是後車窗 對 打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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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窗 這個車禍是怎麼回事 我把新聞看到的 我簡單把它組織 就是說老虎舞姿 他是從家裡面開車出來 可是是在凌晨兩點多 那這場車禍有一個募集證人 是個婦人 他看到的時候 因為他們有聽到聲音 就是一個男生倒在地上 後來走開了 那這個車子去撞到露宿 又撞到電線桿這樣 OK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 就是說 而且他的車子是兩個 他是開那個休旅車 休旅車旁邊兩邊的那個 後面的 我們不是有好幾格嗎 三格嗎 他後面那一格的玻璃 都被打碎了 這樣 OK 那這個事情呢 警方通知 因為後來查車號 知道是老虎舞姿的車子 警方通知老虎舞姿 要到警察局去做說明 這樣 結果老虎舞姿都不願意出來 現在已經通知三次了 他都不願意出來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他從 對不起這錄影的 所以從 就是他在這個幾天後 他就有一場 他自己基金會 老虎舞姿基金會 所要辦的邀請賽 就要開始了 他自己是主人 那怎麼辦 他不開記者會 他每天在家裡面都是記者 就是跟著啊 就是在那邊拍啊 老虎舞姿都不敢出門 這樣 後來他發表了一篇官方的聲明 在網站上面 就是說大家這個 不要亂拆啦 這個所有的錯誤我扛起責任啊 他沒有什麼東西需要扛起責任啊 一個小車禍從家裡面開出來 連那個什麼 連那個Airbag都沒有彈出來啊 表示那個車速是什麼 很低嘛 很慢 53而已嘛 那慢的怎麼會出車禍呢 玻璃怎麼會兩邊破兩邊呢 你懂了嗎 老虎子怎麼會躺在地上呢